大家都有过翻看旧相册,看爸爸妈妈年轻时照片的经历吧,那些老照片能够带我们穿越时光。 回到长辈的青春岁月,大陆一位网友偶然发现了爸爸妈妈十年前的合照。 他一下子惊呆了,因为照片中的老妈酷酷的,跟爸爸简直就像兄弟一样。 女网友第一眼看到照片,甚至没认出那是自己的妈妈。 照片中的两个人都穿着白衬衫,深色裤子,留着帅气的短髮。 但那个矮客子男生怎么跟妈妈那么像,他问过后才知道那就是妈妈。 忍不住惊态,爸,你怎么下得了手? 不管过去还是现在,都有很多女生喜欢留短髮,而且看起来很帅气。 英姿撒爽不输给男生Q的,网友们纷纷扣出自己父母的老照片,跟大家分享自己的新发现。 孩子无法参与父母以前的生活,但翻看父母的旧照,能够了解他们的人生经历,理解父母,体谅父母。 现在手机的拍照功能越来越强大,随手就能留下很多照片。 过去却不是这样的,每个人的家里都有几本老相册,那是父母珍贵的回忆,也是他们的黄金岁月。 父母不妨拿出老相册,跟孩子一起欣赏旧照,分享照片背后的故事。 这能让亲子关系更加深厚,让家庭更和谐啊Q的,延伸阅读,来源网络资料。